在锦州魔性的美食界 一场迷魂的比拼即将开始 来活了 限定时间内在60道菜品中辨别真假 菜品选出各自答案 接近正确答案者获胜 就是挑来真菜不是这一种 对 辨别真假 他们在质疑我们 你们是不是质疑我们呢 咱啥节目 我天天跟菜打交道 还能选出来真菜 就是 挺好吧你 春炉月酥 这米相辉 炒煮挣扎 烤焖炖会 种类博杂的中国美食 扑面而来的活色生鲜 今天在大众所熟悉的60道菜肴中 混淆着多道难辨度极高的仿真菜 一位团成员的火眼金睛 能否在特定的时间里 一变究竟呢 跪在神速 不好意思 走错帮忙了 别人定好的这个房间 这菜都上提了 这居然有 有假的菜吧 六号 这水煮饭一套 十四号 这面条肯定是假的 怎么可能 这筷子腾空而起 你这还侮辱我智商啊 这菜啊 这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这 这个 这个 这小包子哈 这有点像真的 二十二号 这大虾做的也挺像的 不确定啊 这不 十八号那土豆丝肯定是真的 你看 怎么可能做这么像 十一号 十一号 这桌搞定 下一个桌 手拿把气压了这回啊 五秒钟 决定 这 是不都整菜吗 你这 那有假的吗 这 人呗 糖醋排骨 真的 闻着排骨味儿的 三十三 三十八 哦 呦 这个鱼 绝对是真的 我跟你说 绝对是真的 就这姜丝 还有那个辣椒 跟头发丝一样细 包括旁边的配菜 那玉米 怎么就是真的嘛 上面还有虾球 我跟你说 别想瞒过我的火眼金睛 绝了 我跟你说 让小萱饿着去吧 她绝对不带选对的 鱼 鱼 不太像针 一般 做鱼假的特别多 这三十五号觉得是针 三十九号 四十也是这个 搞定 我讲鱼皇肯定说 哎呀 我这像骗过我的火眼金睛吗 别想瞒过我的火眼金睛 她肯定守着话了 来 来 让我看一看 这打口牙把她站起来的呢 我找到见别真假的真正方法了 不是不让摸吗 可以吹 上学校老师都叫这山的摸 这点缺氧啊 这应该是假的 排除鱼 鱼 不能改答 能改答 想不想晚上吃才好吃的 我就快吃咱俩 咱俩一伙 十四 我俩这么猜吧 没有用 你还在请菜品的制作人 帮咱们结合 对呀对呀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菜品的制作人 我们的张斌老师 给我们介绍 张老师您好 张老师 您是真的吗 能动能动 我这真假难辨了 张老师肯定不是面座的 您的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身手马良啊 我给讲啊 张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的 就是咱们锦州面素 非物质文化一场 纯程人 真厉害 而且第几代了张老师 是从我书家算第四代穿成的 第四代穿成的 哎 张老师 你这菜真是以假乱真啊 真是很难选的 这个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啊 选了我选了十五道 我选了二十多道 哎呀好好 那哪个是真的呀 我一看都爱美食 一会儿我带你们看看 行